因为后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 治疗了六个多月 六个月吃西药 越吃症状越多 本来它说这边流是一直一点点 一小块淋巴 它变成两个那么大的流 整天就流龙 然后已经流了四个多月了 四个多月 你想想看一个人有多少东西可以拍 然后每次他告诉我们说 他在流的时候非常虚 整个人很虚 那自从我们给他做完一次 那虽然说浆盆撒上去 是用盆出来的 排出来就一次性排完 排完到第二次去给他做的时候 他就说不那么虚的 那因为这个是大过年29 29是第二次去做的 我们又去给他做一次 因为他是在乡下 那因为大过年了 我们义工老师都在他陪他过年 所以我在想说在今年过年了 我们有总共有十个前职的义工老师 我年初一是去帮一个发膏烧 偶吐的 一直偶吐的 他吐都是吐血水的 我去帮他处理人的 到了年初一 十一点五月才回到厦门 而我们的这些义工老师 你看那个日期都是在年三十年初一 然后就这样子陪着患者挺过来的 我还交代所有的志工老师说 大过年了 人家肯定会觉得你们辛苦 会给你红包 会给你东西 你因为累的不能给我拿 拿了你就不是原始点 真正发心的 然后我说连厨吃饭 真的饿了 就留在那边吃一碗饭 吃完再回家 然后志工老师说 老师那我妈妈过年 可能会叫我回去过年 你就跟你妈妈讲 说我们这边处理完 马上回家 所以所有志工老师 年初一有一个季老师呢 从下午就傍晚五点多出去 到了晚上八点 后面处理完两个癌症的 八点多接到一个电话说 要周年 从八点多周年到凌晨五点 在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说 我们没有把名文利亚放在第一位 只要是真的是 大家有需要打一个电话 我们尽能力的去做 我们从而不问 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只是 我只都一直告诉我们志工老师 你当下做了问心无愧 你心安了就可以了 你不要昨天你做了再精彩 那是昨天的事 不许再提 包括我们如果不是说张医师 一直邀请说把这些放下来 我平常都是默默的在做 我从不愿意把这些过去的 往事提起来 我一直跟所有的志工老师都讲过 昨天的精彩那是昨天过去的 你只要再问的是 你今天做了什么 你也没做得起 对得起良心的 你今天要是又浪费一天 又浪费时间 又一天过去的 你今天白白浪费一天的 我所有人跟我在志工老师的时候 我不会说话 我都没有说要交代做什么 我都是默默的在做 他们就默默跟着 然后有些志工老师 真的是连做吃的路费 你们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都是咬紧牙关 说因为厦门公交站非常方便 公交池就是客运的 非常方便 你只要到了哪个站都有公交车 我们经常为了省一些钱 我们连公交车都不做 能走路的尽量走路 然后有车子的我们再去坐 就是真的没办法 很赶的 我们才去坐车 如果时间真的不赶的 我们都尽量都能省只省 然后再这样子一直走过来 我可能真的是人家说 人有善念 你就会感到好的 我自己真的是这样子 一路走过来 我所穿的衣服 我说句心里 我现在连逛街都不懂了怎么逛 真的不知道怎么逛 有一天突然有 严老师打电话说要叫我去分享 那些志工老师跟我讲说 张老师去买一件稍微好一点的衣服 可以穿好一点出去上课的时候 比较我们一志工你不要有面子 我跟他讲说 面子有多重要 那面子能值几个钱 能贴在你身上掌金 我平常是怎么西服的 人家往生的衣服很好 我就捡起来 我洗一洗 我就当是平常需要出去要穿的衣服 然后有些更需要的 比如乡下的 我把往生的衣服很好了收拾 然后看到他比我更需要 我就拿过去 我不告诉他是往生的 他们都认为是新的 因为我洗得很干净 然后也跌得很好 他们也不知道也穿得很西服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人一切都在自己心里作怪 都是用眼睛去看世界 你为什么不用心去体会 包括就是说来说去我们的健康 真的健康其实很简单 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掌 你为什么一定要交给别人 那你看我给人家的衣服 不告诉他那是往生子留下的衣服 他穿得很欢喜 一告诉他是往生子的衣服 剩下五十分就丢掉 对不对 这都是心里的作怪 我经常说 我们不要留念曾经的精彩 我们在的就是今天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问心无愧 我们心安理得的能做到多少 就做多少 所以 刚才那个鼻癌的 真的我们去他家的时候 因为他曾经是实际的志工 也一直都是手心向下的 帮别人的 到了 真的人生运气是轮回转 到了今天他手心向上 要求大家知也的时候 你说我们同样身为肉体之躯 我们看到这样子 我们不伸手去帮吗 我不是说我是医生的身份 我也不是因为老师的身份 也不是说什么样的身份去帮他做 我都是以兄弟姐妹 就像自己的父母亲这样子去照顾 用心去鼓励鼓励他们说 你们一定能好 其实真正好的患者 都是他自己付出 真的非常努力的配合 非常努力的争取 才有换为他们自己的健康 因为我们人家说 佛家有一句话说 口吐莲花 好话也一句 坏的话也一句 我们何不妨每天都用一颗感恩的心 讲一些好话去鼓励别人 别人听的也很欢喜 他的疾病也能得到缓解 而且又能换回健康 所以这个鼻癌 我是因为现在已经有十天了 前两天我那个有一个老师去给他做 他传了一个短信说 现在效果是非常好 而且这个鼻子不再流浓了 那脸也没那么肿 你看他们脸都非常肿 他才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啊 你看他脸整个就是 连头头顶 因为也都是给他背红豆袋 所以你看看起来像个娃娃脸 觉得其实全部都是肿 非常水肿的 所以我经常说将心比心 如果他不是我们遇到了患者 他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变成那样子 你怎么办 我们现在同时帮助别人 其实我们在帮助别人是给自己造福的机会 我们在帮助别人同时 其实真正提高自己 并不是说别人需要我们帮助 只是我们作为一个 真的作为一个人 都有良知的人 对不对 我们也会遇到困难 我们都应该以一颗感恩的心 先回报社会 当你有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人家说死一得万 你帮助一个人 将来有一天突然十几个人来帮你 也不会跌 所以我一直就是以这种方法在走 我从来不会在志工里面讲很多话 我就默默地在做 他们就默默跟着 所以现在传来短信 我那天在高雄的时候 也在做志工的时候 我要听到很开心 也把这个案例分享给他们听 因为你的心态一改念 你的心执着放下来 真的很多病 都会慢慢从你的心态里面消失的 很多人不能接受新的物质 为什么呢 因为是现在社会太发达了 而且诱惑太大了 而且真的是身上只要有钱 去医院真的非常方便 这个志工本来是家庭上不错的 可是治疗了半年 手术加上化疗 化疗到本来好好一个人 他以前的照片真的蛮可以的 蛮帅的 因为皮肤很白嫩 然后因为又穿了实际的那个志工衣服 看起来非常洒脱 你看现在变成那样子 我说是因为太发达了 真的真正好的东西 我最常讲的一句话 我说 真正有智慧的人看年始点是无价之保 真的内在内行人看年始点 真的无价之保 可是你们就经常都看不懂 为什么懂 招完手术 走了很多烟王路 吃了很多垃圾的时候 你再回头 你再帮帮我 我现在开始下线严实点 我说你找干嘛去的 我说真的是让我很心痛的就是这一点 明明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在下面为什么可以说推广了这么顺利 我就是最好一个例子 在06年 我是真的是奄奄一息 没有人会相信我今天还能活着 所以当很多人看到我活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是用延时点救活了 他们才开始相信延时点 就是这样的 延时点在整个大陆是非常盛行的 我都不知道说 我其实你看张医师就在你们身边 你们都不懂得珍惜 我想我很心痛 我去高雄了 一个叫什么美容 还有一个叫龙肚 哦 哦 真的那个碟片脑下也可以给大家看 我去做两天义工 既然一说延时点 有十个人 一两个知道说 哦 那延时点哦 听说不错哦 我说这光听说吗 没有执行吗 哎呦 听说不错了 然后就没有时间去看了 我听完以后 我说 现在给你们所有的义务 赶紧看延时点碟片 不要再也只听说了 听说什么 哦 听说要听说是别人的东西 不是你的 自己去看的才是你自己的 哦 真的是 那在高雄那边 那就是那个叫龙肚 然后一个 有些美容 那个农村嘛 那我就说 那光听说有什么用 听说都是别人的 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执行 真的要好好珍惜 你